底下一个问题是修复之后 我在学校中落实弟子规 与同学们相处处处谦卑 可是同学们却有很多人笑话我 说我好欺负 同学给我起外号打我 见我不反驳就骂我傻 我不买零食不做不健康的游戏 同学说我跟不上潮流 我爱劳动 他们又说我有其他的目的 请问我在学校怎么修 你一道弟子规 天天反省 天天改进 不要与人计较 在一个社会里面 社团里面 跟人家做的不一样 这种批评 毁谤 自然有的 我自己亲身也是这个经历 早年刚刚修复 我们的长官 朋友 同死 没有不讽刺我的 没有不讥较我的 说我迷信 说我傻 肉都不吃了 皮鞋都不穿了 皮鞋都不穿了 那个毁谤 事情太多了 没有关系 随他怎么设法 我们如如如不斗 好好去做 照着这个弟子规去做 做到个三年五年之后 从前他说 你是装的 你是假的 能装一辈子了 那就不是假的 是真的了 我能装五十六年 他等不到五十六年 好多都不在了 还有在的 还有在的 现在看到我的事 没有不佩服的 你成功了 你是正确的 你是对的 古人有两句话说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目前不要计较 十年二十年之后 他就会赞叹你了 他就会佩服你 福了你了 所以 毅力 绝心 人家这些事情 都是了考验 看看你受得了 受不了 你能都不放在心上 都不在意 我们这个考试 一关一关就通过了 所以这些 我们修复的人 都要把它看作什么 削自己的业障 没有这些人 业障到哪里削 所以我对于 毁谤我的人 封刺我的人 甚至陷害我的人 我都感恩 为什么呢 小业障 要不然 叙事今生 所造的罪业 怎么消啊 别人毁谤 我马上不能接受 这业障 你没有消 不但没有消 又加了业障 这错了 人家也毁谤 人家也毁谤着 欢喜 接受 想象自己有没有 有 赶快改过 谢谢人家提醒 没有呢 就知道 过去的业障 我受这个报 就消掉了 好事 不是坏事 心里面常常存着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你看自己生活的都快乐 都幸福 天天改过 天天自信 天天提升自己的灵性 不能有丝毫 疑惑 不能有丝毫 反驳 那就错了 不接受 那就大错 他错了